剛才我真的超驚訝的 全圈 全部會舉圈耶 美妍姐妳不打小孩了嗎 不打啊 從小耶 不打 那妳是怎麼辦 我從來不打 因為我覺得 打小孩是大人的墮落 快馬馬 快馬馬的時候 為什麼 對啊 她不禮貌 我只講一些 那妳怎麼制止她 這樣小孩會墮落啊 她講 她不會墮落啊 她為什麼會墮落 講不定嘴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氣到 把衣架拿起來 我正要 準備要打了 我真的很生氣的時候 我一時看到我拿衣架 她就撲倒在床上 我為什麼有這麼暴力的媽媽 哇 好慧眼喔 好慧眼喔 打不下去 我只好去打牆壁啊 打下去就走了 OK 對啊 我堅持不打 所以怎麼樣生氣 所以妳都不動手 不動手 有時候真的很難耶 因為小孩 她真的就是很愛氣妳 如果有一次打過她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從小都被打大的 所以妳如果 換妳自己這樣小孩 妳天生的那個天性 以前被怎麼樣對待妳 妳就會怎麼樣對待妳的小孩 對 那我女兒有時候就是 譬如說洗澡的時候 她愛玩水 然後我覺得妳有時候 玩水很危險 就是妳自己開 如果被燙到怎麼辦 對 或是妳水放太滿 然後一打滑下去 淹水了怎麼辦 我就說不要碰 然後她就會一直要開 一直要開 然後我就說妳再碰媽媽 就要打妳屁股喔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完了我已經恐嚇她了 但她又真的開 那如果我這一次 不打她屁股的話 她永遠吃定我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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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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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以前也是虎媽 結果打過一次之後 我女兒當下晚上做噩夢 半夜做噩夢 然後我就 然後我老公 因為那時候她還不太會說話 然後我就 後來我老公就開始 心理輔導我 他說其實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生物學家在國外 然後她就是說說明打小孩這件事 打小孩的時候 小孩立刻 她自傷就會掉了三四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打小孩之後 她心理受創傷 是影響到她一輩子 所以我就聽了很多她的影響 我也覺得我從小被我媽打大 真的有影響到 譬如說我對父母的信任感 還有很多我就覺得 好 James要補充 當然要看狀況 OK 一件事情 家長你要控制情緒 嗯 控制情緒 對 然後呢你怎麼打 小孩子幾歲 嗯 對不對 大屁屁OK啊 嗯 對不對 這是非常重要 暴力 都是對暴力以後 我希望不要這樣子培養小孩子 我兒子小一的時候 有一天罵我 媽你很賤 打技 這句話罵出來會不會被打 會不會打 打 對 打 打 打死 吊起來打 所以小愛媽瞬間又想說我是不是真的很賤這樣 不是 我只是想說我女兒是天使 三歲五歲還不會這樣嘛 是是是是 我想說應該這樣我應該也會打啦 但是還沒有實際 這樣就會打 要打 你怎麼打 打手臂啊 媽我覺得你很賤耶 哇 好大聲耶 我的習慣是手臂 手臂 因為我覺得這個tone可以讓他記得這個字是不能夠再講 我會跟他講為什麼會這樣子 噢 大話 大話 對我就說你剛剛說什麼字 賤 賤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小孩很冤枉 OK 你知道我怎麼處理嗎 我是氣到我立刻左手握右手 不然我就要出手了 我也會生氣 是 是 是 可是還好我是有上過父母成長班的 對 我就說 OK 你知道這個賤的意思是什麼嗎 噢 他不知道 噢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那你為什麼會罵這個字 他說同學都這樣罵 OK 然後我就跟他講賤這個字 就是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母親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可以任人践踏 然後 沒有中文系的我已經忘記當天講什麼 我講的 對很久 我說你就是這樣看你的母親嗎 他說 媽 對不起 對 對 他才小一 所以你有本事你就給人家解釋清楚 先打人家你算什麼英雄好 就因為他不懂 所以先讓他知道這個字不能講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字是什麼字嘛 你先解釋清楚嘛 解釋清楚他如果還在講 那是要另外處理嘛 人家沒有機會學習到就先 對 對 可是我這邊有一次 我們叫Cookie 他每次都不吃飯 我為了他吃飯這件事情 我已經翻臉好幾次 他也都流眼淚啊 還是說就這樣 欸欸欸生氣 都有 這一次他不吃飯 我跟他講說你不吃飯 你不要打電動玩具 我火了 哥哥也不能打 連做法 哥哥就在旁邊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打 我說弟弟你不吃飯 你們都不要玩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這樣連做法 你知道我們Cookie怎麼樣嗎 我們叫Cookie 趕快把他的手遮下來 這樣子打不打 打 打 我沒有 他馬上把他的Cookie嚇到了 我覺得你們這一組 就一直舉牌好了 就不要放下來好了 去哪裡找這麼交文的 然後你知道 我們家Cookie都知道不對 趕快把他的手壓下來 他繼續右手再上來 左手壓下來 右手再上來 好煩骨喔 我整個人是 你這麼氣慌欸 可是 我那時候本來是想要打他的 我就先把他牽到廁所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出來了 他就說我老公發鬼 他就說現在是什麼狀況 所以我發現到這個狀況 是他不開心 我為什麼要牽連哥哥這連做法 以前我怎麼罵他 他哭 他生氣他就不高興 或者餓肚子晚上 他都可以 他絕對不會這樣子對我 為什麼這次我說了連做法 處罰哥哥 一定是他覺得 那時候他還六歲 他可能會覺得 你這樣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要嘛就是對我 為什麼對哥哥 所以我也發現到 我這樣子處理這件事情 我也有錯 可是我也告訴他 如果以後你對什麼事情不滿 你要跟媽媽說 這個動作是絕對不可以的 他也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動作 那以後我就只針對他 處罰他 而不會說來個連做法 他會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那日本媽媽會 因為小孩講髒話 嗯 因為日文 日文沒有長到那裡去 那可能女生講一些 沒有髒到那裡去 日文 日文之後這幾乎很少對不對 沒有很少很少 很少 所以日本人壓抑到他的語 真的沒有 在語裡面 你可以發現情緒的 我已經學日文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 然後可能 不是什麼啊啊啊啊囉 什麼 那裡只是混帳 那還沒到很髒的意思 對就是 譬如說像女生 女生講那種男孩子 像男孩子的話的話 媽媽會生氣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出路的 什麼 笨蛋 笨蛋也是其實不行 不可以跟同學說笨蛋 跟媽媽也不可以說笨蛋 笨蛋連都不行 如果這樣說的話 媽媽就 我被趕出去了 趕出去 對啊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 然後沈默 我說我是女孩子 對 左燈家沒有這樣的女孩子 你出去 然後就被趕走了 然後就哭慘 所以男生可以罵 不可以 男生也 我弟弟也不可以 但是 不可以講出路的話 沒有禮貌的話 所以把你趕出去喔 對 那時候我媽媽也是不打的 就是沈默 沈默 對啊 沈默好可怕 我們左燈家沒有這樣的女孩子 出去 然後帶我去門口 然後就 趕出去 然後就狂哭 就好好反省 這個還蠻 是蠻冷靜的 是蠻冷靜的 對 很冷靜 我們左燈家沒有這樣的小孩 對 門在那兒 出去 謝謝好多 真的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心臉很害怕 而且感覺那種 謝謝 很痛 所以長久以來這樣